哈囉大家好,我是菲,又到了我們的時事系列 那這次呢,主要是我個人想要記錄一下最近疫情的爆發狀況所做的影片 從這張圖被發到現在差不多已經過了一週了 那在這張圖發的隔天呢,新冠肺炎的本土個案人數就突破了100的大關 從二位數變成了三位數 那最近本土的確診人數也是節節攀升 每天都是200人以上開始跳啊 那當然我也希望可以像圖片裡講的一樣 我們台灣可以在兩週內解除三集 但目前看來可能不太樂觀啊 那我這次就是想要記錄一下 這是疫情大規模爆發的原因 還有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那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紀錄吧 有 這次的疫情爆發一定要提到諾富特旅館的破口 我個人認為啊,這次防疫最大的漏洞 就是在防疫旅館的管理上 這次病毒至少進來應該是來自於外籍的集食 因為外籍集食進來台灣是完全不需要檢疫的 那指揮中心就是有一些很機歪的理由啊 比如說如果對外籍機師進行檢疫 欸,機師就飛不回去了 那另外國外大使來台灣是不用隔離14天的 而我們對外籍機師來台灣三天就飛走這些人 完全是沒有錯喔,分艙分流了 那些機師也坐在諾富特旅館 然而諾富特旅館又有收一些一般的遊客 結果全部的住客就這樣喇喇滾在一起啊 就GG啦 所以破口主要就是在這裡 那3加11或是7加7之類的防疫檢疫期 我個人是認為反而沒有到很重要啊 那重點還是台灣從去年年底 就開始在開放外國的旅客和一些政客進來 那檢疫和相關事項也都做得馬馬虎虎嘛 你只要關心一下新聞都知道 那出現這種狀況我個人也是覺得不意外啊 都在情理之中 好,那簡單講完疫情爆發的可能原因之後 我們來講講它的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人民的生活囉 截至我們錄影的5月19號 在這兩週基本上不少都市都進入了三級境界 雙北更是進入了準四級 那全國的學生都在教育部的授權下停課了 這方面我有點話想說啊 因為這一波是停課不停搬 就變成了沒有人可以顧小孩 但你也不敢請假 為什麼 因為請假等於沒錢賺嘛 兩點兩點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最近已經因為疫情沒什麼客人了 已經要開始縮減成本囉 那假如正好又有一個 邀請防疫假的 要在家裡顧小孩的員工出現 我要裁員的話 當然是不是先砍這個人嘛 我不砍這個人砍誰 對不對 我一定把這個人先砍了 講到這個就一定要講一下影響最大的行業 基本上八大娛樂場所或一些離地可可的地方 反正只要是有些群聚的全部都被禁止營業了 餐飲業也全面禁止內容 那這對台灣的服務業影響可就大囉 這邊給各位看個對照圖 這是疫情前的西門町 人滿為患啊 那這是最近疫情爆發後的西門町 我路上的人數 你用手指都算得出來 這些人都跑去哪裡了呢 他們都跑去全聯 跑去大賣場 去幹嘛 囤貨啊 那最近各地區全聯都是湧現的恐慌潮 大家都怕之後沒什麼可以吃的 一堆人都開始買罐頭 買水餃 買泡麵 儘管政府說文物資很夠 那又有什麼用 人心永遠是高於計算的 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疫情真的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市場 這個狀況也漸漸影響了我們台灣的股市 5月10號新增15例確診之後 從5月11號到5月14號 短短四天耶 台股各公司的市場 從原本的52兆 7934.87億元 計較到48兆 3749.19億元 整個台股總共蒸發了4兆 又4185.68億元 但還沒完 週六本土單是個案就突破100大萬 那週六本土單更是達到200億以上 這罩的週一和週二的市值 升染向比起來還是往下 那台股還是開盤的七天中 這夢震發了4兆為7兆元 那這還是因為這兩天都會不嚇到 不然那週一是正方的幼兆 OK 零止破產的這一波不是下山高的破產 唯悅交的人數更是創下的歷史信道 各位也知道唯悅交的人出品使用破產 他們未來不管是在貸款或是辦信用卡 都會非常難升級破產 有一些這一波 唯悅交的人裡面 大部分人都是20歲到30歲的年輕人 他們未來還很長 但卻已經變得黑白了 當然大家都會說不是 有春有黑 贏虧自負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一波 下山本來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雖然我不是唯悅交的人其中的略 但我還是為他們感到貪心 唉 那竟然都出了歷史最愛 也是物業偏風的夜雨 缺水與甜點癢癢癢 尤其是斷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職人啊 當初這樣的不缺點 都是屁股啊 當年遇到他的不缺點 拆爾斯用愛 不到2030年都供點不低 唉結果5月才剛開始 就要缺點了 各地開始不用先跌 5月都這樣了 7月怎麼辦 對不對 那個人是不太看好7月的工業 也會穩定 麻煩各位都做好準備 當然還是看到時候情況怎麼發展吧 我還是希望可以先度過這一波疫情 不管如何 麻煩各位出門走 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少去多人場所 勤洗手 或消毒 然後不要去做什麼人與人的連結 好不好 那我也希望在5月底是學校可以恢復上課 因為這條有疫情一起配可的注意 不然我每天就需要幫學生做這些直播教學 真的比一般的上課還好麻煩啊 那當然一起工作需要大家的努力 大概越自律 我們就管制越好 我們一起加油吧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 有任何看法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思緒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